记者庄事先台北报道,国泰航空及波音公司捐赠全球首价777-200客机于位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皮马航空航天博物馆 PIMA Air波音制造的全球首价777-200客机,生产线编号WA001,注册编号BHNL 波音于1994年6月12日首次飞行该架客机,此客机于2000年加入国泰机队,运作18年后于今年5月退役 BHNL于国泰服役期间,共运作20519个航班,录得49687飞行时数 这架全球第一架博音777客机BHNL,在国泰航空已至商业民航史上深具意义及地位 退役后,此架客机于9月18日由国泰航空的香港基地,启程前往亚利桑那州图森市的皮马航空航天博物馆 日后将陈列在馆内永久展出 皮马航空航天博物馆是全球最大的航泰博物馆,民众及航空爱好者日后走访博物馆,客在馆内欣赏此客机的身影 国泰航空及博音公司捐赠全球首价777至200客机余位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皮马航空航天博物馆 日后将陈列在博物馆内永久展出 国泰航空提供 国泰航空提供